我作佛时 十方众生 吻我名号 致心信仰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十面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为处忤逆 诽谤正法 净土圣贤路 民国能禅 民国时期 有一位叫 士能禅的比丘 浙江黄延县人 法师年少时就出家了 并在二十岁时受了聚足戒 能禅法师在教门上是秉持天台宗 在行门上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净土 他曾经在东湖亲近世海法师 在宁波依奉地贤老法师 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创办的初期 能禅法师被聘请为居士林的导师 并驻西居士林讲经三年 上海的居士能够听闻佛法 都是由能禅法师启发的 民国十四年 即公元1925年 应浙江海沿县官员相声的邀请 能禅法师担任福业寺主持 法师到寺院住西后 整顿僧归 道风随之一阵 从那以后 平湖的德藏寺 松江的凌峰寺 也成为了能禅法师 时常前往挂丹和红法的处所 813事变之后 能禅法师必居在海上 专门以红法为药物 没有任何的闲暇 能禅法师平时待人接物 极为和蔼 才华内孕不露锋芒 因此人们都喜欢亲近他 法师在教导大众时 总是恳切地劝导大家 要戒杀放生 吃素念佛 在法师讲经说法的教化下 前来皈依和受戒的人 常常数以百计 而被法师感化的人 则更多 民国二十九年 即公元一九四零年春天 能禅法师前往松江县 讲大事至念佛元通章时 被再三邀请后 被再三邀请后 做了松江县张泽镇重福寺的住持 随后 法师就忽然视线了疾病 到九月底 法师居住在修启安 从此一病不起 有一位叫失静葬的居士 前往探病时 能禅法师透露自己已经 预知实质并托付了后世 十月初六晚上 能禅法师召集大众助念 经过两天一夜不间断的念佛 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 已经清楚分明的现在眼前 初八下午四点左右 能禅法师带着微笑 带着比平日还要慈祥的面容 以吉祥卧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十年五十九岁 往生后第二天 法师的头顶仍然是温热的 弟子们遵照法师遗嘱 五日后才入堪 入堪时 只见能禅法师身体依旧柔软 锐相清楚分明 天台 近代的几位祖师 地贤老法师 谭虚老法师 宝敬老法师 天台宇宝敬老法师 统统是念佛往生的 他不休他的直观 天台家修行的方法是直观 他是天台宗的祖师 一生弘扬 但是他自己念佛求生净土 其余各宗各派的 像民国初年学华言的洋人山居士 应词法师 人山法师 这都是华言宗的大德 也是各个求生净土 学华言求生净土 这没话说的 华言道末后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道归极乐 这是名正言顺 这种教学法 也正是符合释迦牟尼佛 在大吉经里面 给我们开示的 那实在讲 就是给我们受祭 正法 戒律成就 相法 禅定成就 末法 净土成就 所以 这些各宗祖师大德 他们出现在末法 虽然 虽然在教义上各有所好 但是 在归宿上 统统 归到净土 上镜下空老法师 华言经 大愿精进力 夜神章 第五集 1987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